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駕車什麼事 鏟上行人路呢? 幾個人隔了一陣就出現 不停找東西打個槍 各位先生 這裡是中環來的 請不要打架 再看真點 又好像不是都來的 不過他們就嚇到前面的士司機都忍不住扭軚 這個時候終於可以介紹他出場了 就是今次這條片的MVP 專業花生友 無論眼前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 勇至當頭的他還走下車 好瀟灑地舉起手機拍片 同一時間 駕黑色車門終於都開到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是不是新一集國際大都會呢? 原來昨晚 中區警區特別職務隊人員 進行掃毒行動 期間就發現涉案私家車 即是片中黑色這一輛 就停泊在九餘坊2號對開 警方就想著上前折賊 誰知車不停不止 還撞向一輛警車 再逃亡安摩利方向 之後又再折返 兩度撞向同一輛警車 最後在逃走期間 即是影片拍到的這一道 見到他懷疑塞車 就冒險橙上行人路 誰知就被的士卡住了 搞到兩邊車門都開不到 男司機走投無路 最後就束手就擒 所以剛才那幾個就不是刀手來的 他們拿著的不是刀而是伸縮警棍 雖然警方和疑犯的對抗過程是重點 不過就被這個專業西裝花生有搶鏡了 不少人都讚他 還想拿他條片看 他既保持1.5米安全社交距離之餘 亦都不忘走在最前 記錄下現場震撼的畫面 哎呀小心啊 差點就撲倒了 專業就還專業 都要小心保護自己才行 警方就說他們曾經要求涉案司機打開車門被拒 發出口頭警告不過 才用警棍將車窗擊破 最後就將姓陳42歲藍司機制服 還在現場他的車內檢獲32包 合共約685克 懷疑可卡因 市值大約58萬 涉案司機亦都未能通過快速後康疫測試 涉嫌狂亂駕駛 返運危險藥物 和約後駕駛被捕 見證被拘留調查 交由中區警區從案組跟進 案件中沒有人受傷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按下個訂閱按鈕呀